啊 这应该是 哇塞 是吗 哇塞 不是哇塞 还是哇塞 眼睛 哇塞 好可爱 没有是吧 一点不是吧 这种奇怪的名字 真的可以打一针 大家好 我是雨琪 现在我们在的地方呢 就是在芬兰北部拉普兰地区 也就是在北极圈上面 今天呢 这支视频比较特别 我想给大家讲讲哈 我和芬兰的故事 时间就要推到2009年 这个是2009年 15年前 哇塞 那次是包子哥第一次来中国 这个是我第一次来芬兰的时候 2009年的夏天 美女来了 哈哈哈哈 你记得那些问题 你一直在问我 什么我之前来到芬兰 对 那个时候我凭借高中地理知识 熟练掌握的一个知识点 我说芬兰是千湖之国 确实我在来之前 对于这国家的了解 也就限于这四个字 但当我真实地来到芬兰 飞机还没有着陆时 我透过窗户 看到外面成片的森林 和新罗旗部的湖泊 我才理解到 清湖之国真正的意思 其实芬兰有18.8万的湖泊 而且森林覆盖率高达75% 包子哥他家人住的这个地儿 罗亚涅米就在北极圈上面 这边在高速路上看到 巡路的几率都比人还多 这个就是我第一次 到罗亚涅米的时候 我的还非常清晰地记着 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很高的地方 照着这样想 非常漂亮 这里可以看到他们 市中心的那条河 有稍微看过吗 这个是我们俩的结婚照 我们就是在珠海登记的 珠海登记完之后 然后我们当时就跟大妈 就到了澳门去庆祝 是南方人 第一次看到雪 有多么的激动 我就直接有爬到 这个是路边上的一个烧雪坡 但是激动的 就跟我拍夜的那个猪马马虎一样 说包子 这个是包子哥 但是自己做包子 这个就是第一年 2010年的冬天 我第一年来到芬兰的时候 真的把我给整死了 所以你看我的脸 冷到不行 零下30度的天气 这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我大家心里想的就是 为什么我们在热 因为我想要给大家展示 芬兰的森林 就必须要到芬兰这森林来 但是你知道我看这个时间 从今天到下周二 每天都这样 Everyday is ready 到今年为止 我在芬兰都已经住了15年了的 就想芬兰这近几年 它老是被评为 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为啥呢 到了冬天 这里下午两点钟天黑了 夏天24小时急重 太阳都不落的 这一年就七个月都是冬天 就是你都会觉得 这不是一个人呆的地方吗 我觉得芬兰人 对于幸福的感知 就是真的是深深的扎根于 这片土地的 因为像我身后的 这样的一片森林 他们真的是有事没事 都会往这个森林里面钻 下这么大的雨 居然徒步的还不止我们 春天芬兰家人会带着我 教我如何采集白花树枝 这里面冒出来了 哇 这里都流出来了 这个芬兰人 在桑拿之后也特别喜欢喝 你看它就低了 好神奇啊 你看下面已经开始低了 这个来自于白花树里的天然之水 拥有着天然的修护保湿成分 芬兰人在桑拿之后 也特别喜欢喝 哇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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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也变了 会吃多 即使补水爽呆了 身上如果有些伤口的话 也可以拿白花树来涂一涂 夏天的话我会跟着芬兰家人 去他们的夏季小屋 增山来游泳跳湖 真的特别的舒服 芬兰人是真的喜欢 到了森林之后就完全断网 过着一个纯天然的大自然生活 你想去看一个头彩 钓了一只鱼耶 又钓了一条 哇塞 第四条啦 我叫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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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肥干肥耶 到了秋天那就是真正的盛宴 森林里的各种梅子都成熟了 公婆每年会带着我们去采蘑菇采浆果 而且每年还有一种来自于芬兰森林里的黄金浆果 每次婆婆都会把它称为一个维C炸弹 那个就是云梅 只生活在北极圈的沼泽地带 像黄金浆果一样的新鲜云梅 维C还能非常的高 我们今天晚上这是个甜点 就安排这个云梅凝乌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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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 大自然包围的感觉 我真的觉得好幸福啊 所以我在分岚就这么长时间 让我一直觉得就是 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 就是分岚人觉得最幸福的生活方式 切入我们在赫尔兴记和Stella 快乐的逛吃内容 她真的人超好 她怕我饿着 但我去吃好多好多好多好吃 而且全部都是中餐 你是不是有一个中文名字 有 叫什么 在女生戴 小心翼翼的一 真的假的 真的 这个名字很好听 就是 这一听就是很有文化的那种 今天有几个人他们说 就奇怪的名字 大一针就是那样 大一针 对对对 你别说 你说了还真的有点像 真的有点像 大一 你是班生吗 我是法国人 他现在在法国 我现在在法国 很艺脸 要不要干脆找个中国人吧 对对我也觉得 对 对 是啊我跟你说 那你中文肯定脱灰猛镜 这边的车会 没有很多 又没有很多是吧 没有机会 我哪里可以找我 这线上 线上有点像 太浆了 就是 手机先吃 这应该是 我 是吗 我 不是我 是我 好可爱 牛蛙 牛蛙 牛蛙是要大一点 要肥瘦一点 牛蛙怎么不要吃 铁板豆腐 超级超级好吃 刚才 它来的时候 都在那个 你知道吗 因为它是这个 有这种锡质吧 我脸应该有你的那个 这个大 哈哈哈 你怎么很像 嗯 好吃好吃 它这个应该有点泡椒味道 我觉得有鸡肉的味道 嗯 好好吃哦 哇 他们家真的味道特别绝 是干扁肥肠 是它 你吃吗 你吃肥肠吗 这是什么 那个草 我吃过 我吃过 你可以吃 你可以吃 对你来说不辣吧 不辣 我很喜欢吃辣 但是有的时候我胃口就吃了 一边哭一边吃 你说经常吃牛蛙火锅哈 它是完整的 就是你从火锅里面来挑出来 它就是完整的 你知道吗 我手有脚 还有手指头 没有喝 真的以后有机会 你在成都搞定 也必是大家接到成都玩一下 对我真的喜欢吃成都玩的 听说我是中国的最好玩的 哎呦 真的好吃 这个是干扁肥肠 炸酥脆的就 然后再回锅 和里面的一些干辣椒啊 或者什么蒜啊 姜一直炒 对对对 因为有很多香料啊 这个味道 我特别喜欢吃肥肠 你说我 我不胖谁胖 哈哈哈哈 当我语速就跟机关腔一样 我说说那么快 我都有时候担心他听不懂 就我说任何的表达 他听 哎对哦 你说他说他想学东北话 对对 我教你一下东北话吧 这个是3块钱 3块钱 对3块钱 他们会有一个这个3块钱 就是第三个 老好了 老好了 就是这个非常好 大幕会说这个老好了 对对对 我已经说过他们会比较东北话 对这个老好了 这句话听不听懂吗 呃这个我听得懂 哎呀这个我听得懂 哎呀我知道你 我差点知道你在说 这是这次的 这么好吃 好吃的贝 给爱的贝 这个东西这么好吃 我都已经全身开始发抖了 你知道吗 我给爱的贝 哈哈哈 我觉得在芬蘭的文化里面 我们的这个美食不是那么重要 嗯 就是你每天一定要吃 吃饱了就这样 对吃饱了就是 每一次吃饭也不需要非常的好吃 哈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 外面真的是这样 嗯 你上辈子应该是个中国人 哈哈哈哈 对啊 我也会是这样 从小已经对中国人那么感兴趣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你从小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你家里面有这个影响吗 还是什么的 就是我爸爸他也喜欢看 这样中国的电影 嗯 就是这样武侠 哦武侠类的 从来你最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他们的臭豆腐 哈哈哈 哈哈哈 还有啊 那你相当重口 哈哈哈 你是吃的那个黑色经典的那个吗 对啊 那个好好吃 对对对对 那是我最喜欢的 嗯 臭豆腐 因为我在北京 在台北也吃过 不一样 对对对 就是不一样 他们的那小小碗小碗的嘛 嗯 一定吃过两三碗 太好吃了 就是他那个臭豆腐 就是外面是酥的 没有吃的 然后他会戳个洞嘛 然后把里面的酱汁灌在里面 哦 这超级好吃 这个也非常好吃 嗯 对你喜欢吃肥肠哈 喜欢啊 因为我老公是人喜欢吃肥肠的 但是他家里面人都不一定吃得惯肥肠 嗯 那因为芬兰人其实真的能够接受 吃肥肠的很少很少 如果你不跟芬兰人说这是什么 完全不知道 对 那我跟你说了你不怕吧 对对 他公兰人是不是喜欢吃 他都喜欢吃吗 我 你要问他 他是芬兰人 你问他 我好喜欢 他很喜欢 我老公上次来他也说很好吃啊 你是不是要找人推广一下这个问题 哦 你来找我推广吧 哈哈 对啊 嗯 你让我推广 那我们找到了 这个就是芬兰的云梅 对比一下其他梅子的价格呢 就会发现这个真的贵很多 梅的话这么大一盒是五欧 人工养的蓝梅 那个也是五欧一大盒 我本人是非常不能吃酸的 所有酸的东西我一般平时我都不能吃 嗯 还好 我只在喝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 它是带气的酸梅汤 是不是 嗯 很好喝 对 它就是酸梅汤的味道 但是它带气 哈哈哈哈哈哈 很好喝了 很好喝了 真的很好喝 刚才在那个路上 我跟那个Stella在讨论 关于那个MBTI 我才发现我们俩是一模一样的 一天早晨他跟我说是 它是什么EN什么 所以我就在猜来着 我说不可能是一样的 然后我刚才在查说一模一样 有我们俩的 我们俩是一模一样EFJ 对 对就 哦 吃的好吃就很开心 而且你是 在麻将的 嗯 对 你是喜欢吃麻将的那种 对对对对 你看我们俩就一个是麻将 买一个是香油 哈哈哈哈 北方就是比较喜欢吃麻将 吃麻将 对 就是我在北京 我在北方我完全没有吃过 你在北京有吃过少羊肉吗 还有啊 那你去北京吃了啥 豆角 北京烤鸭 北京烤鸭也很好吃 我儿子烤鸭 我儿子烤鸭 吃辣椒的 嗯 这个就是那个新鸭花椒的 对对对那个 就是那个我最喜欢那个 嗯 哇 有很多那个麻的 对对对对 你真的好重口啊 你还专门去拿那个藤椒骨 空口吃过花椒吗 直接吃 有啊 那你可以买点当零食池 哈哈哈哈 没在这边找一下 哈哈哈哈 921号在B站做我的首档直播嘛 到时候Staylight会来 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我们直播间 绝对会很欢乐很欢乐 不是说真的是 呃去卖货呀 会直播这种 其实就是这种闲聊 嗯 就是闲聊 然后到时候介绍这个芬南的产品 因为我也是在芬南住了15年嘛 然后Staylight也是芬南人 然后就是以各种的角度 可以介绍好这个产品 但是也会准备很多的 惊喜的小女巫子会抽象 这个我们一起来玩 对 我们现在在打笔等着回酒店了 今天真的是吃得超级开心 对啊 聊得超级开心 我们下次就在罗亚尼米见了 嗯 对 因为她到时候提前回到罗亚尼米来 21号我们就准备开播 然后到时候我们就在直播间见 拜拜